菲律宾海岸警备队拆除中方设置的浮动障碍物 美飞在南海的联合巡航即将起航 马克思当局对话态度日益强硬 有了美国撑腰 菲律宾的动作越来越多 哈喽欢迎收看霍卧探报 这一期要说的是大家关注度没有那么高的一个方向 南海 南海今年的风险确实也很高 进入到了2023年 菲律宾在南海的小动作是不断的 不仅是在仁爱礁等海域挑衅不断 菲律宾最新的行动可以说是要应来了 根据菲律宾海岸警备队25号发布的消息 当地时间的周一 菲方已经从黄岩岛东南入口处海域 移除了中方设置的浮动障碍物 按照菲律宾海岸警备队的说法 中国设置的这些障碍物侵犯了菲律宾渔民的传统捕鱼权 菲方正在保护菲律宾渔民的正当权利 从菲律宾公布的没有日期的画面来看 菲律宾出动了水轨 用刀切断了连接着白色浮球的绳索 随后将沉入海底的毛拖出了 并放到拖船上 菲律宾确实通过暴力拆除了 中方在黄岩岛部署的浮动障碍物 此举造成的损失很小 但是菲律宾的态度表明的很清楚 那就是非常的强硬 先不说黄岩岛是中方的固有领土 其实中方在黄岛岛部署的浮动屏障 并非是军事用途 北支上是一个简单的浮动装置 用来阻止小型渔船进入到附近的海域 中方部署这些设备 只不过是想避免菲律宾渔船 侵扰中国的领海 这并不会造成任何的安全威胁 而菲律宾海警反手就以暴力的手段 直接拆除 这不仅是给菲律宾渔民进入中国领海捕鱼 提供机会 也是展现出了马克思当局的强硬 不接受中国在南海黄岩岛地区的主权 可能有人会为了菲律宾为什么如此的胆大妄为 马克思当局难道不怕遭到中方的猛烈反制吗 其实可能有两方面的因素 推动了菲律宾进行这类挑衅 首先是美国和菲律宾牵头的南海联合巡航机制 在今年的第四季度将会启航 届时多国将会共同在南海行动 至少美日澳三国是铁定会借助 对菲律宾而言 这意味着期盼已久的外部援军终于到了 马克思当局底气大增 这是菲律宾近期在南海咄咄逼人的原因之一 其次美国仍然是菲律宾最大的依靠 美非关系给了马克思当局很大的安慰 在今年的8月份的时候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还再一次的重申 美非的共同防御条约适用于南海 强调美非同盟如钢铁般的牢固 暗示美国会在菲律宾处于军事冲突时 直接提供协助 不难想象这番表态 也是马克思当局如今咄咄逼人的原因之一 非方或许真的相信了美国的承诺 不过很多相信美国承诺的国家 最终都会以失望告终 菲律宾最好还是不要过于的自信 事实上美国一直在努力挑拨的是 南海周边国家和中国进行对抗 这其实美国恶华战略的一部分 目的就是让中国的周边制造紧张局势 增加中国的压力 破坏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 站在美国的角度上来看 美方最好是站在后面摇旗呐喊 而不直接冲到第一线 这才是最大化美国利益 如果菲律宾相信美国真的会在中非爆发冲突的时候 站到一线去 那不妨去看看现在的乌克兰吧 或许对他们是有启发的 况且不管美国会不会出兵借助 中国都将坚定的维护自身的领土主权和完整 菲律宾要想挑战这一点的话 必定会付出沉重的代价 而我要说的直白一点 菲律宾现在之所以还没有吃大亏 很大程度上中方是在保持着忍让 想保住南海的和平 保住和东盟整体的伪定的关系 不得不说对于菲律宾 中方是非常克制了 没有以大欺小用大型军舰去搞美国经常干的炮舰外交 甚至于对于菲律宾的挑衅 中方也是在努力保持克制 例如在菲律宾为坐摊的人爱交的那艘非方的破船 运送生活物资补给的时候 中国海警适时的还给一些便利 给菲律宾放点水 我觉得其实中国有必要重新考虑一下 对菲律宾的态度 对菲律宾的一再忍让 马克思当局可能会得罪尽耻 原则就是原则是不能让的 环岛是中国的贵有领土 菲律宾采取了一些行动 中方就要适当的做出反击 中国不想把南海问题炒热 但是也不能忍气推升的忍得太多 以上是这一期的火火谈报 感谢大家的观看 欢迎大家有更多的普通